发完货了 大家来我直播间买菜子有没有 今天销量不错呀 感谢大家支持 去放松一下 现在出去旅游比较少 主要的放松就是看电影 最近又出了几部不错的电影 正在乐硬的 重生 异形夺命剑 抓娃娃 抓娃娃看过了 名侦探柯南 解密 解密也看过了 白蛇浮生 逆连 逆行 人生 神偷奶爸等等 就看第一部吧 重生 评分好高啊 9.5分 看鞋姐姐呀 我已一无所有 所以破粉身舟 张嘉辉 鸾惊天 哦 又是鸾惊天的呀 前段时间还看了一部 那叫什么 周处除三害 也非常不错呀 带你一起认识 黑暗深处 揭穿人性假面 演职员表 导演是马玉科 演员张嘉辉 鸾惊天 张隆隆 高级 县宇轩 买票 太平洋影城 安德殿 去过了 恒电 电影城 皮线殿 去过了 城影 水箱 这个没去过 但是这个场次比较晚 未知激光影城 皮都殿 现在是4点22 这个时间也不合适 因为我开车过去 需要时间 万达影城 5点25 有一场 这个合适 票价 43块9 导航过去 换个语言包 换吴清风的吧 这个轮我还不认识呢 是不是有点 抱着 这是成都的皮路区 公交车 多数是以皮开头的 厉害了 我的哥 这还有记忆功能 上次我在前面的加油站 加过油 他竟然知道 我在这偏行了 就左边这个加油站 前面有一辆火车过去 现在导航越来越直等了 他都能判断出 红绿灯来 即将旅灯 准备起步 请执行 理想 成都的理想车 还是比较多的 前方红绿灯执行 走右侧四车道 侧四辆也非常多 看到万达广场了 右手边 哎呦 找个 哎 这可以停车 好晒呀 万达广场 成都万达特别的多 这个我是第一次来 万达还挺好看的 里面好凉快 找一下电源的 问了个工作人员 他告诉我在四楼的 又到了一个大厅 看到万达影城了 门口还有攀岩的呢 我还从来没玩过攀岩 11机光厅 5排9重 买点吃的喝的 喝的是9块 这个吃的是良品铺子的沙拉薯条 12块钱 这应该是我去过的最大的一个电影院了 11厅 好大的屏幕啊 看起来应该特别震撼 目前就我自己 看完了 阿姨进来打扫卫生了 不是我一个人包的场啊 还有其他四个人一起看的 大荧幕看起来就是鬼呢 电影非常不错 里面多次反转 不到最后一刻 很难猜到结局 我以前说过电影院有8个呀 买一张票可以在里面 无数次看的 看这是另一个影厅 放的一行 电影内容不给大家拍了 有版权的 虽然有8个 还是要做个守规矩的 改天单独买票啊 去看一行 行 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